都在制定理想 真正能发出销量的零跑绝对算一件 激光雷达8295芯片 高阶制价大空间 增程续航1190公里的零跑C10 值得一说 零跑的C10 C11 C16 对应的呢 就是理想的L678 主打一个半价平T 12.88元气的零跑C10 为什么能卖这么便宜 首先 Leap 3.0平台主打一个降本增效 你会发现C10和C16 很多零部件都是共用的 而且这两台车轴距都一样 降低了研发成本 而四叶草中央集成式 电子电器架构 也能带来更强的算力 贯穿灯带 封闭式的千歌山 两侧都配有货真价实的导风槽 零跑C10的外观设计 跟它的属性一样 都是一个很居家的风格 我们拿到的车型 是增程版的顶配 210制驾版 头顶上方这个激光雷达很抢眼 它内置了英伟达奥运纸X芯片 254TOPS的强大算力 试驾程序高速都可以用 4739毫米的车长 2825毫米轴距 大五座中型SUV的定位 同级的涂观而浮游 都没有它打 卡片钥匙 刷后视镜 解锁和锁车 隐藏是门把手 18英寸轮圈是标配 我们这个是20英寸的选装轮圈 贯穿式的后备灯 字母车标logo C60的车尾转体上级风格精致饱满 它的后备箱开启按键在这个位置 打开之后 常规状态下是一个370升的行李箱空间 支持后备座椅四流放倒 可以形成一个纯平的行李箱 一块14.0分的中共大屏 一块10.25分的全液晶仪表 整个内饰除了天幕的遮阳帘 以及车窗开关按键之外 找不到任何的物理视线件 桥市中控台下层的方便储物 上层有一个背托和手机无线充电板 车规级的8295芯片 2.5K的分辨率 切换桌面 打开小程序 速度都相当的快 而且像这种长度的工具栏 有空调 座椅 车辆设置等一些信息都搁在里边 像高度地图 酷狗音乐 爱奇艺视频 这些第三方的小程序 也进行了相应的适配 这个语音渡手支持主副驾 双区换行 还可以实现所见即可说 以及连续对话 试一下 你好小灵 在呢 空调调到23度 导航建国门 我要听林俊杰的歌 已为您设置成功了 为您推荐林俊杰的 永远在网上 还是挺智能的 反应速度相当的快 多项指令都能同时进行 无脉K个功能很有意思 点开之后 你的车就变成了移动的KTV 10.25英分的全夜景仪表和中午屏一样 可以实现白天和黑夜两种操作界面 中间这一块是驾驶辅助的屏幕 连通激光雷达的 然后右侧这个区域 可以实现四种UI界面的操作 包括地图 影音娱乐 天气 还有平均电号 行驶里程等 行车相关的信息 有点遗憾的是啊 这个主副驾的通风加热 方向盘加热 256色的氛围灯 空气净化器 以及20英寸的轮圈等 都是在这个1万块钱的选装包之内 需要你多花钱的 哪怕是最顶态的市价板也是没有的 但是零跑C10也有优势 比如说它这四个座椅都带双头枕设计 这个头枕呢 就是比这个后边这个头枕 填充物呢 要更柔软 整理会更舒服 不仅如此 它这个天幕是带电动遮阳帘的 你甭管外边的天幕宣称什么 隔热 防晒 然后防紫外线 都没有这个遮阳帘来的实惠 而且你拆下前排座椅的头枕 把前排座椅的靠背向后仰 还可以与后排座椅形成一个沙发床 这功能呢 零跑C10也是具备的 你看这是我前排的座丝 2825毫米的柔具 两圈多的腿部空间 你受得了吗 而且中央地台是纯屏的 这儿还有一个背架 这个服务场上也有一个大背托 再加上一个全景天幕 带遮阳帘的设计 哇塞 这个后排空间真是绝了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靠背 还支持小幅度的后仰 这样长途长途的舒适性会更好 零跑C10增程版呢 由一台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所为增程器后置单震机驱动特辆行驶 并机最高率呢 是170千瓦 在扭矩320牛米 破摆压度时间呢 是7.68秒 符合一台家用SUV的定位 28.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RTC充电续航是210公里 从30%充到80%需要半小时 我们也实测了一下 从16%开始充电 充到80%是用了41分钟 基本上没有虚标 加满50升的油箱 这50升的油箱还不收油 加92号即可 它的CRTC满油满电续航是1190公里 C10增程版它的油门挑戴啊 线性不紧绷 对于油车车主 初次上车的时候呢 难度并不大 但是它的制动擦板 出段的脚感呢 就有点神经质了 你轻点呢 就有很强的制动力释放 即便是开启舒适 刹停模式之后 它的整体制动擦板的脚感呢 也不够线性 等于说 当你在市区这种 拥堵的无形路况行驶时 你想让车内乘客坐着舒服 还是比较费脚的 这辆车呢 一共有四种能源模式 当我采用纯电优先模式行驶时呢 这辆车和纯电轮车开起来的差别呢 并不大 身材呢 就能有很轻快的加速感 整体的节奏呢 也很好控制 纯电优先模式下 风车器呢 会在电池电量低于25% 也就是纯电续航 小于50公里的时候 往启动发动机呢 给电池供电 此刻呢 发动机呢 会有少部分的振动和噪音 逃递到车内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而极限纯电模式呢 是在你不跑高速的情况下 当电池电量小于10%的时候 发动机才会启动给电池供电 帮你节省美丽燃油 410当程版啊 用的是这种前卖油逊 套多灵卡的悬架组合 整体的悬架调校风格呀 偏欧系 过这种桥梁接算啊 井盖 或者说这种细腿颠簸的时候呢 能够能够很好的柔化货率 而且啊 这辆车的转向回馈力度呢 很轻盈 它的指向性呢 也很精准 程度开始呢 并不累 再有一点啊 就是这辆车 虽然悬架调得很舒服 但是行经这种 比较快的起伏路的时候 后排呢 还是具有一定的抛跳感 现在的增程车啊 动不动就1000多公里的续航 那么它真实的达成率呢 是如何呢 我们啊进行了实测 先说这个纯电的啊 我们把驾驶模式 切到的是极限纯电 旧动电跑绝不费油 自制中呢 它的燃油续航里程啊 都是334公里 没有掉啊 然后我们跑了三四天的时间 有这种城市的灯控路口 高速以及环路 然后空调的风量呢 是22度啊 风量是2点啊 没有开AC 因为现在呢 北京还是挺平均的啊 然后跑了三四天的时间 跑了实际续航呢 是123公里 表显呢 纯电续航掉了138公里 这俩相符 你会折出它的达成率呢 是89.13% 大家觉得这个程度 是不是还不错 目前我们从北京南三环的 零跑城市展厅了解到 零跑C10和C16 终端呢 是没有优惠的 如果是置换的话 有置高4000元的补贴 零跑C10是那种 第一眼看上去存在感不强 但是各方面呢 有点比较均衡的产品 半价平替理想26呢 确实没有吹牛 大五座空间 制农坐舱 高阶制驾 增程续航 1190公里呢 都有它的优势 但是 像隐藏是门把手 无法弹出 出段的刹车呢 不够线性 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 放盘加热呢 全系都需要选装 这些小细节呢 可能还不够完美 毕竟啊 零跑国际已经在海外 开辟市场了 我们也希望 这台车呢 在各方面做得更加出色 让老外们看到一款 攻防兼备的中国车 好了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关注 辅程续115的其他节目 我是纪录晨 咱们下期再聊 拜拜